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伙伴大家好 现在时间来到了就是九点整 那我们的讲师唐宇凡 马来西亚的唐宇凡伙伴 他已经上线了 那我们就直接邀请我们的宇凡讲师 来为大家介绍这次我们的25届世界大露营 他在食物供应的这个主别里头呢 他见到了些什么 然后给大家做一些经验的分享 好 那么宇凡请 好 谢谢 那么非常感谢这次单会的一个邀请 让我来可以一个分享会 所以这个大露营已经过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嘛 所以我尽量回顾一下当时候有发生的一些事情 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 所以接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我的个人简介我的名字是唐宇凡 我来自马来西亚今年是目前读大学是大二的学生 是机械工程系 那么目前是在马来西亚工业大学就读 好 接下来就可以看到一些我的一些经验跟一些资历 好 那么接下来 好 接下来就是要分享关于食物供应嘛 所以在食物供应方面呢 它其实是算是一个小小的分队 就是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生最重要就是衣食住行嘛 所以食的方面的话呢 就是关于全部在大陆营里面所吃的食物方面 都是在从Food Division这个部门所延伸出来的啦 所以我在这个团队里面的是Food Supply 所以Food Supply的话呢 它会食物供应相对的是比较注重于把食物供应给 就是小朋友们就是participants 就是那些参加者嘛 所以那第二个就是Cafeteria Cafeteria的另外一个呢 食堂就是关于大家所有ISD JMD CMD跟JPT 他们吃东西的地方呢都会在Cafeteria 所以他们就会专注在负责在这食堂方面啦 所以还有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是Driver 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司机啦 我们由于说我们的部门有比较常需要到处跑 因为我们Food Supply嘛 所以可以看到说等一下会放一个大的地图在里面 所以我们的营区也相对的比较大 所以说呢我们也需要有自己专属的司机 来载送我们自己的队员们去到工作的岗位的地方 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是有相对的福利啦 但是也只限于我们在工作时候可以用到这些司机啦 就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在食物供应的话呢 食物供应其实我们最主要的部分就只是 从一个有一个冰箱 就是一个大的冰箱嘛 它是一个container 是比较像最近大的冰箱 所以我们需要在从一个货柜 移动那些食物进冰箱里面 因为当时候我们会有 下回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轮班 这是怎样的轮班啦 所以我们主要的工作呢就是 需要把我们的食物从货柜 所以那货柜的话是从首尔直接来到布安这边的 所以从首尔来到布安过后呢 我们会从货柜把食物卸下来 放进冰箱 所以午餐会先在里面冰 就是晚餐会在里面冰冻 所以午餐跟早餐呢 我们会在早餐的时候就分掉 他们给那些小孩子们 所以在Cafeteria方面的话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些些的经验在Cafeteria啦 因为说我本身的话是在29号 7月份的29号是提早三天前就提到那边的嘛 所以在Cafeteria方面我也有稍微帮忙啦 就是说会帮忙一些ISD 拍发食物的这些东西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看 OK,这是FutSupply 好,这些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图面啊 就是我们FutSupply的总人数一起拍照的一些总人数啦 所以是相对性的比较多人 但是你看到有一些会不再是因为 当时候的天气真的是太恶劣的时候 有些也听到蛮多是罢工的事情嘛 所以说也不是完整数啦 所以相对之下 当时候呢是其实FutSupply里面会有 FutSupply本身就差不多有500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团队 在Cafeteria里面就大概有整100人 就是100人到120人之间的轮班 所以说我们这整个的FutDivision是相对很 在大露营里面是相对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团体啦 也就是说一个工作部门啦 所以在FutSupply呢其实它没有一个相对性一个硬性条件啦 因为本身啊我就只能透露一下 其实我会进入到FutSupply的部门呢 不是我本身要求要进的 也没有说去申请要进入这个部门啦 是其实就只是过了时间后 我就被钱就直接派到去这个部门 就是因为我没有申请到 所以相对的时候就说 他没有一个硬性条件说 你必须要达到任何的一个要求 你才可以进入这个部门 所以我就可以总结一下啦 最主要就是有团队的工作意识 因为你这个你不能说是one man show 你不能说一个人就完成所有的工作 你就必须要有沟通啊 好第二个就是有沟通 没有在沟通上的障碍啦 所以有一些些你可以去跟你的队员 还有一些跟当地的人 还有由于我们是FutSupply的话呢 是需要把食物送给那些participants 就是给参加者 所以说我们也需要在subcamp 就是那些subcamp 他们有一些驻扎那边的ISD呢 我们也需要跟他们有沟通 跟他们有沟通啊 还有当地人那些货柜司机来的时候 我们也要沟通 要怎样安排那些食物 交给那些participants 好 那么主要就是这些 还有沟通上的方面 我会稍微注重在这些沟通上的方面 比如说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啦 如果说你想要在FutSupply 或者是其实是参加任何大陆营活动呢 之前你都可以稍微先学一学当地的语言 好就像这次是在韩国啦 所以就稍微有比较好 就是可以稍微学一些韩语 比如说基本的韩语啊 什么说 比如说你知道自己的岗位的话 就稍微用自己岗位的一些专业名字啊 要怎么翻译成你的韩文 就是说这样子啦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他们本身的英文也没有到很好 尤其是老一辈的 所以说其实如果是相对的之下 如果你学会他们当地的语言话 也是稍微比较好一些些啦 所以虽然说我相信在下一届的波兰呢 会这个方面有可能 或许 尤其是他在欧洲国家 或许会稍微有一些减缓 有那么多沟通上的障碍 但是我觉得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啦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可以 其实以这个方式来学会一个国家的一个语言啦 那么接下来我会下一个会看到 好 这个其实就是 当时候我们Zambury 就是大陆影上面的一个地图啦 所以一个大体重就是说 是相当大的一个影区啦 所以说我可以说呢 你用走路其实很难它一天走完 就需要有 那边有Sutter Bus 有一些巴士可以共用嘛 所以那些 另外谈 所以在Food Supply旁边的 我们有自己本身Driver啦 就是有自己的司机 会带我们到各个的Sub Camp那些 就是去出行我们的任务啦 不好意思 好 其实你看他说 我们会有四个比较大的分 可以说是队伍吧 所以从在Food Supply呢 我们会有分四个大队伍 就是每一个大的Sub Camp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团队去啦 所以说在一个团队里面呢 就会分四到五个分队 所以四到五个分队的话 他就会去 每一个都会去提供一个小分 跟那个小的Sub Camp 就是会去那边提供他们 帮他们提供食物啦 OK 不好意思 所以说其实在 这个方面呢 我们在分队的方面 我们现在讲的话看到 好 所以说我们会有遇到 大概是四个分队 所以四个主别 所以说就相对性的分开 这个Blackjack Hub Silla Hub跟Goju 还有Jotion Hub啦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Hub 我们都会有分一个团队 所以一个团队里面又再分 细分队 会有跟 大概四到五个小分队啦 所以说你就看说 如果说也有Sub Camp 是五个Sub Camp的话呢 就会有分大概五个分队 然后如果有四个Sub Camp 是分四个Sub Camp 可以说是非常的 福利会给的非常好啦 所以说我们算是一天工作 一天休息日 所以我们在大陆营 如果说是10 如果说没有EY的话 就这样时候没有台湖那时的话 如果说14天的话 我们只需要工作7天 另外的7天呢是完全空的 就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工作 给我们 然后我们的工作时间当然也非常的极限 也非常的特种性的一个工作时间啦 所以有Shift A跟Shift B 当时候我是处在Shift A的方面 所以说我去住工作室Shift B 所以第一个的话是 会有两个工作室区 所以说在早上的话呢 我们会同时分发掉 就是早上跟午餐一起分发掉啦 所以分发过后 我们就可以自己自行安排 要怎样吃那个方面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会分发 就是这个篮子 你看到这些篮子 看得到 这些篮子的话就是每一个篮子 每一个篮子里面的 都会有他们的食材 所以我们不会提供熟食啦 这个熟食方面我们是不会提供的 我们是提供他们一些食材 让他们回去自己进行烹饪一些烹饪吧 所以我们早上话 所以说非常有一个比较极限的方面就是 我们虽然说前一天没有工作嘛 我们可以去自由活动时间 但是晚上我们未必可以自由 因为我们两点半 就是两点三十分凌晨 我们就需要去准备工作了 虽然说那边书面上的时间 是三点之后才需要集合 但是其实我们两点半开始 就需要集合 那么三点准备 我们就要去整个小时 就是晚上八点 就是大概八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回来 Cafetaria就可以想要我们的早餐 那么接下来 第二个就是下午 偏半晚的时间嘛 比如说我们到两点半的时候 就开始也是要去准备 那一半下午 我们要去集合 那么三点 就是整发 准备好过后 四点下午 我们就出发前往去 我们各个的subcamp 然后到就是分发晚餐 到八点后 我们才又回来营区了 所以 所以那个时间段呢 其实是稍微的 极限就是说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睡觉 而且当时天气又很热嘛 所以说 要回到去我们自己的 帐篷里面的休息 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一进去 有可能 能睡就不能起来 那种 所以 我们是排法食物嘛 所以 这个时间段 其实是蛮艰难 就是说 还是还好说 大会有专门 在前期的时候 就是在Cafetaria 我们的Cafetaria那里呢 其实是关闭的 好 如果讲到Cafetaria关闭 这个方面的话 讲到说他们韩国 卫生部 对于饮食这方面的 这个需求 这个要求 好 下一步的话 我也继续在先生 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个 照片啦 所以也非常感谢 这两位是我们 在韩国认识的 伙伴 他会稍微说一些些英文 年轻一辈 其实都会说一些些英文 但是 不能说到很流通 但是可以沟通 就可以足够沟通 但是也好是还好 我会稍微一些些的韩文 就去参参一些英文跟韩文 才可以跟他们沟通 谢谢 另外一边你看到 右边这一张照片呢 也看到它是 像是一个自助餐的方式吧 所以在Cafetaria方面呢 我们ISD都是以自助餐的方式 来 来 领取自己的食物 所以说 在早餐跟晚餐这方面 我们就会以这个方式来定性 但由于说 我刚刚就有提到 我们韩国的卫生部有非常的严厉 就是说 在他们的饮食方面 就是 他们不准许说 有任何的淫源 在 就是在 我们的吃东西的时候 就是会引起任何的不适 或者是有食物中毒这些 他都是非常严厉 禁止的 所以说 我们只有早餐跟午餐 有的享用 就是这个ISD 我们只有早餐跟午餐 可以享用这个 就是热食 熟食的方面 只有早餐跟午餐可以享用而已 早餐跟晚餐可以享用而已 所以我们的午餐呢 它就会是拍送这样的 也会看到说 是一些包装包装的食品 不能说不够 但是其实就刚刚好而已 我相信他们也是有经过 计算卡路里 那些来拍发这些食物 但是其实相对的来讲 对于我 就以我以为一个例子 就是三个人对我来说是有些不足的 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其实他们说 因为在影视管控方面 他们会管控到非常的足够 所以说在烹饪方面 也不是Cafetaria的人自己烹饪的 他们有自己的团队 自己的厨师团队来烹饪 而我们Cafetaria只是照顾 就是说那些卫生的方面 以及说人员他们吃的时候 有没有离开 就是说让给下一位人员 像一位ISD 或者任何人可以享用 用桌子来享用他们的早餐或晚餐 所以就看到其实 是超级多人 人山人海 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说 是已经坐完的人 但是旁边还有人在排队进来 比如说其实可以旁边 这里还会排到里面去过后 才可以拿到他的食物 才可以进来这边吃 所以相对之下 他们不是很足够 可以说是不是很足够 因为如果说你把这整个货 就是说这个地方 可以容纳3000人 当时候说是可以容纳3000人 进来享用食物 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说 ISD本身就已经占了大概9000人 但是如果你说你在JMD JPD 还有CMD再加进来 我相信已经超过10千 1万就是1万到1万1之间的人数 所以相对之下非常非常的拥挤 所以说你每一餐的时候 你都需要轮三轮的人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都坐满3000人的话 我们需要轮三轮 才可以让所有人都享用食物 所以说这方面稍微有一些问题吧 可以这样的说 就是人挤人的方面就欣赏出来了 就是有些人都拿不到食物 有些人排队排了一个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才可以拿到他的食物 就这些了 所以还好就是这里 这里就是一个荷 就是一个相当长的一个食堂吧 就是一个cafetaria食堂 就是说它里面有提供冷气 就是有灯光的冷气那些 所以在之前的时候呢 前期的时候吧 所以由于说他们卫生部 就是说因为要保持里面的卫生 就是说不可以让任何人吃的食物 有食物动毒和的不适方面 所以一到时间 就是说吃饭的时间一到了后 就需要赶所有的人员出去 然后里面就需要清空 任何人都不可以在里面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但是有一个地方就是 除了food supply和cafetaria的人 可以在里面休息 因为就是我们就稍微特别一些 因为我们就说到衣食住行嘛 所以说食这方面就是永远不可替代的 就是一定需要 就是每个人都需要到了 所以就稍微有这个 可以说是福利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里面休息 可以说稍微是之前前期的话 就是到早上8点工作完了 就进来吃个早餐后 就直接趴在里面睡了 就真的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就只能直接趴在里面睡 就还好有一个地方就可以给我们休息吧 这个是food supply的一个稍微 可以说是福利吧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篮子 所以说当我们抵达 我们本身的subcamp home 我们第一如果说你是早上抵达的话 你需要从那些手耳缸来的那些货车呢 你就要把它移动 就是把里面的食物移去 我们这边有一个冰箱吧 可以说是稍微大的一个货柜的冰箱 所以需要把食物移动到里面 然后拍早餐 或者午餐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时区再过来 或者我们再拍完所有的食物 所以看到有青色的还有红色的盒子吧 所以红色的话就是普通的盒子 然后青色的话就是素食的 就是素食的话是以青色来的标记的 还有另外一个 我找不到照片了 就是说它是橙色的 橙色的话呢 它是无复制饮食 就是 gluten free 或者是清蒸的 我们说哈辣的那些食物啦 就是那些 就会以橙色来盒子来 有一个区分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不只说我们需要把食物交给他们而已 我们还需要去确认说他们拿到的食材 是不是他们自己 有去填写他们要求的食材啦 因为他们进入营取之前 他们会有填写一个表格吧 就是说他们自己选择要什么食材 什么他们自己 这几天他们要吃的食材啦 所以我们就也是需要跟他们确认一下 他们拿到的食材是对的嘛 好了过后我们来把所有的食材交给他们 他们就可以打回自己的营取 好 所以在这方面 还有 在前面的话 分区的话 我应该少说到有一个 另外一个分支出来吧 分支的话是从 food supply 里面分支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 food safety food safety就是食物的安全方面吧 所以说食物安全管控方面 他们有自己本身的 我们也是ISD来掌控 但是他们的话呢 也需要 在前期会需要去上一些课程 就是说一个短暂的课程 就是进来营取后 上一个短暂的课程 就比如说 如果说我是豆类有敏感的话呢 我会可以用什么食物来代替啊 还是如果我对鸡蛋敏感 我会要应用什么来代替我的食物 因为我们不能说鸡蛋敏感的话 我们这次的 menu里面有鸡蛋 我们就不给它吃嘛 所以我们需要拿比如说 其他的豆类 如果鸡蛋敏感的话 或许是其他豆类 或者是其他的面粉类的东西啊 就给它们来有一个替换 所以这是我们 food supply 里面有另外一个分子是food safety 所以如果对于管控这方面有比较有兴趣的话呢 其实可以在那个时候可以提出自己说 我要去food safety就是这样子了 好 所以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站车了 我们这右边这个旁边的话就是我们站车 就是我们55多需要用到它来 带我们前往去subcam 可以看到它满车都是灰的 因为这是我大概在台风来的时候的前一天 我所拍摄的照片来的啦 所以第一天的时候还是很光鲜亮丽的一辆车啦 就是最后一两天的时候就开始就变成 满车都是灰的车啦 好 好可以看到啊 这个就是中间这位就是我的Sub Shift A的组长啦 就是我本身的组长 然后旁边的话这个就是 他是food division的一个管理员吧 所以也很高兴可以认识他 他是来自香港 他也是一个蛮好可以聊天的一位前辈吧 所以有跟他聊了蛮多的一些经验上的指寒那些吧 好所以可以看到说 这些过后的话 那后期的话呢 政府就有下令世界说要派冰水嘛 所以啊 冰水这方面的话不是food supply负责的 就稍微再说一下 因为毕竟有放在这个照片 就是food supply没有负责的冰水这方面 因为快过后后期的时候呢 由于太过紧急了 我们需要紧急撤离 所以我们往后 额台风的前一天呢 我们是没有工作的 就把所有的工作 Cafeteria也没有工作 那发生我们food supply也是 就停止工作的 就把所有工作交给军人 那时候军方已经完全掌控我们的工作范围了 好 所以 这些 好 所以 接下来就 也很高兴的 就是今天 是刚好 1月24号嘛 是刚好这个 Scouting for Boys Badden Pogel 他刚出发的书 也刚好满 116年 所以我就稍微拿一个 简短的 就下来 说一下吧 就是 Embrace challenges with resilience and camera degrees Fore in the spirit of unity Every adventure is an opportunity for growth 所以坚韧 以团结来迎接挑战的话 因为在团结的精神当中 每个每次的挑战都将会是成长的机遇 所以我就是想说 呃 我相信应该每 我可以说百分百吧 每一个都 不是很满 一个式的 主办方所 主办出来的 这个 大陆营嘛 因为毕竟 天气方面 再加上 安排方面 所有管控方面都 不能说到很出色 所以 相信这个 每个人都是在试错中 来呃 呃 呈现最好的自己嘛 就是在最后来可以成为最好的自己 所以 只要以面对挑战 说 我们团结力量 每个人在冒险过后都会成长 就是有一个成长的一个机遇啦 所以大概 大致上就先分享到这边了 所以各位有什么问题吗 好 我们谢谢 谢谢我们的那个雨凡 节奏非常的快 非常的鲜明的 很快速的把整个 那 不准备的 这个部分呢 就是 重要的工作的一些环节 把我们做清楚的交代 好 那 呃 各位伙伴 好 我们先合影 那合影完了之后呢 各位就是 有什么特别要 要聊的 要交流 要请教的 我们就来就是 跟雨凡这边做交流 来看一下哦 好哦 那各位伙伴 有没有开镜头吗 好要拍镜头呢 伙伴一下 可以开 好伙伴都可以了吗 这边要拍咯 好 我会摸摸祈祷 我们发本一下一下 有没有在准备 好 可以了 好 各位 我这边要开始咯 3 2 1 好 再拍一张 等我一下下 5 3 2 1 好 那 呃 2 1 2 2 被学院讲座 记得帮忙按赞 订阅 分享 谢谢